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怡霈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11月26號 星期六的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 POP有夠勁 我是怡霈 今天呢 要跟大家聊一部 我前一陣子去看的 因為要訪問導演 所以前陣子去看了一部 討論度很高的一個紀錄片 那這個紀錄片呢 其實是台北電影獎的 得獎的紀錄片 然後是神人之家 我在看的過程當中啊 因為我跟我公司的同事 兩位同事一起去看 我們在看的過程當中 又笑又哭啊 我同事到後面哭到不行 我是笑到不行 然後到後面就是笑不出來 好 這個紀錄片到底在拍些什麼呢 我們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的就是我們 神人之家的導演 盧音良導演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 導演你好 嗨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良 好來 導演在這個神人之家的紀錄片裡面 就是阿良 因為很多人都在 你媽媽也在這樣說 欸阿良啊 要回來吃飯喔 要坐高鐵回來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好 導演怎麼會想要拍 這樣子的紀錄片 然後呢 呃要去紀錄家人 這個想法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其實一開始是大概在四五年前吧 就是因為我離家 我十八歲就從嘉義離開了 嗯 為了想要拍片拍電影 因為如果留在嘉義民雄的鄉下 我肯定沒有辦法去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對所以我很有意思的我十八歲我就離開了 但因為家裡的問題很多 所以我在這中間有大概有二十幾年其實都很少回家 幾乎跟家裡也不太想跟家裡聯絡 嗯 那就是四五年前有一次我媽打電話給我 她跟我說 希望我有空回去帶她去拍照 我就問她拍照要幹嘛 她說她到時候她告別式的時候可以用 嗯 我就問她說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時候想到這件事情 她說因為我外婆走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沒有遺照 是請人家來畫的 嗯 那個她覺得不好看 所以她不想要這樣子 嗯 那那時候我才意識到說 當她開始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其實我好像還沒有準備好要失去她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有在想說 我是不是要回家一趟 嗯 對 那回去 我又很怕沒事做 因為我們家的那種家庭氣氛就是 大家其實都不講話 嗯 然後一講話 很長 很常吵架 很常鬧脾氣啊 嗯 對 因為我們家庭環境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既然我是一個影像工作者 那我也很想 我也很想自己 為自己留一些家庭影像的紀錄 嗯 就留作紀念這樣子 那帶攝影機回去 我也可以讓自己忙一點 那有什麼事情 或是衝突 躲在攝影機後面可能也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尷尬 嗯 對啊 那所以就那個時候就決定就 就回去了 那殊不知回去之後 拍著拍著 我家裡的人倒也沒有問我 為什麼會帶攝影機回來 嗯 大家好像 對這件事情也 不願意去討論 因為又怕吵架 他們不敢問是又怕吵架 然後我又不爽 我又跑掉了 嗯 對然後他們也不問 那我就 我就在家就像一個 好像像一個陌生人一樣 就 我跟你講 我一開始在看這個紀錄片的時候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神人之家的這個紀錄片 已經在昨天 全台各大戲院都上映了 所以今天在聽我訪問導演之後 或是今天下午 大家投完票之後沒事 就可以去電影院看一下 我前面在看的時候 我原本 因為我不太知道這個故事的架 我抱持著一個我不曉得這個 這個紀錄片在演什麼 我就進去看了嘛 看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說 你是 什麼角色 就是我 我前面還一直在想說 欸那裡都不在說話 然後前面 家人好像都也都沒有要對話 我心想說 就算是紀錄片 但是這一段剪進去這樣OK嗎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欸這個阿良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我一直看到 你在跟哥哥對話中間 我才知道說 喔 你是弟弟啦 我就想說 這個家庭氛圍也太奇妙了吧 是這種感覺喔 對啊就是這樣 啊所以 慢慢的其實因為 要帶我媽去拍照 需要做一些安排 那我 因為她要拜拜 然後還要親家裡很多事情 所以安排起來也要一件時間 然後拍著拍著 我就回去也 就留了一些紀錄下來 那有一次我媽跟我說 她希望我可以幫幫我哥 嗯 那說實話其實我自己也不會 也不是很好過 那我也沒有辦法 那那時候手上有一些素材 那我只有想說 那我只有一個方式就是把現有的素材 我做成一個短片 然後我去試試看 偷偷看 新北市政府的那個紀錄片獎 嗯 對我去偷看看 那如果有中的話 我可以得到一萬塊美金的補助 嗯 那我可以自己省一點自己剪啊 然後 呃上字幕什麼都自己來 嗯 我可以省一些工錢 然後 給我哥 好我就可以順著我媽的心願去 去幫他這樣子 那就隨著這個短片的發表 開始很多的前輩跟同業 大家就很關心 我之後會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一個 跟自己有關的故事 嗯 對然後 我開始長出了一些所謂的作者意識 那個作者意識也會想知道說 那我幫了哥哥之後 他接下來會怎麼樣 嗯 那開始有了一個 那或許好吧 我就隨著這個緣分走 那後面的事情如果緣分夠 那我們就看走一步算一步 嗯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有了 想把它集合成一個 最後架構成一個作品的概念 嗯 變成一個長片 對變成一個長片這樣 嗯 了解 好 我自己在看的過程當中 我很喜歡這個紀錄片 謝謝 我喜歡的點在於 紀錄片之所以可貴的點在於 這些對話跟這些紀錄是沒有台詞的 它就是活生生的發生在你的生活當中 但我會覺得這個紀錄片之所以好看的點 在於這不僅僅是 盧導演你家的故事 很多的生活對話 我們跟爸媽講話的方式 還有媽媽的眼神 爸爸的眼神 跟家人有一種很尷尬 有時候不知道要怎麼講出來的那一種感覺 太生活了 然後你知道跟我去看的我們的兩個同事就說 其中一個同事是說好像我爸天哪 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說拜託 他們那琴呢講話那才像我媽咧 我們就一直在裡面一直在 在看片市裡面一直在討論說 好像我爸 對啊可不可以不要這個樣子 然後就這種男人活到老了之後的那種倔強 然後呢這個 有時候男人不好意思起齒的時候就有眉 或者是說就是在那邊鬧脾氣 就是大小孩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完完全全記錄了台灣很多很多很傳統的家庭 那種很奇妙的氛圍 當然我知道有一些家庭的互動的感覺是我羡慕的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為什麼會像盧導演家裡 你們的彼此之間家人的互動 還有媽媽跟你講的話 然後有病到底要不要去看醫生 然後家裡誰誰誰的狀況 明明就知道錢不要再給他了 但是還是要給他錢 就是一種我們用常理沒有辦法理解的事 這就是家人的羈絆 好我們待會進了廣告之後 各位我們今天是在訪問這個神人之家的導演 盧英良導演在各大戲院都上映了 我覺得這一部紀錄片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下 如果你跟你家人當中有一些難以歧視的糾葛 然後有一些你不明白你在這個家裡存在的意義 或者是有時候家庭的一些問題很難跟外人說出來 或是你有一些想不通的請大家去看看 也許你的人生當中會找到一些解答 或是說你一直覺得家人沒有站在你這邊 你家人沒有關心你 其實我被一句話打動 我待會再來跟導演分享 我看到那句話的時候 你那個鏡頭停在那裡 我眼眶立馬紅 是你哥哥跟你講的話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再來問一下 盧英良導演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是我養肌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吃喝玩樂最有勁 11月26號禮拜六的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POP有夠勁 我是怡沛 好這個神人之家這一個紀錄片 其實在台灣討論度聲浪非常的高 導演這是你原本就在想說 你拍了這個紀錄片之後 應該會引起很多討論聲浪 還是說其實是你沒有想到 譬如說在台北電影獎啊 也是有獲獎或什麼的 你那時候有想到這麼多嗎 說實話沒有耶 因為我從一開始 因為我一開始就沒有想到打算 把它拍成一個作品 給別人看 對 這畢竟是我家的事 其實說實話 因為我們去拿補助的時候 也有一些評委跟我說 這你們的事情 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很認同他講的 所以我其實有一度就是 我其實就是想完成短片之後就算了 那後來其實我也是自己 被一些緣分推著走 對 因為那個 我一直覺得說我 對 這是我家的故事 對 那我為什麼 我到底有什麼理由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對 那然後我們去了 我們後來有 有緣去了金馬創投 那金馬創投的期間 有一些國外的選片人 或是銀展的策展人 或是國外的製片商 他們會來台灣看一些案子 那我發現 結果來booking我們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歐洲 跟國外的一些朋友 很奇妙的是 居然是他們鼓勵了我 他們好幾個 就是他們好幾個人來跟我 就是來聽我pitch完之後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 就是他們很感動 然後他們都 聽我講我的故事 他們他們就會 有些會哭 對 然後 我當下就覺得 我就 他們有分享給我 就說 他們可以從我的故事裡面 去找到一個共感 然後他們也鼓 我有把我的顧慮跟他們說 那他們其實也鼓勵說 其實我們看電影 或是看故事 我們永遠是在看家庭 不管是誰的家庭 他 甚至有一個 有一個外國朋友 要跟我分享 甚至我們看漫威之助人 那也是租人他家的事啊 那干我們什麼事 我懂 對 所以我好像才慢慢的放下 那一個 自己跨不過的那個 而且你自己會給自己 有太多的設限 對 是這樣沒錯 對 所以在金馬創投之後 我們也有了法國的製片公司 想跟我們合資 沒錯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才真的覺得說 喔 原來大家對我的故事 有很大的期待 然後這對我其實很鼓勵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才下定決心 要好好的去把我拍到的東西 還有我這個歷程 好好的去從我的感受 然後把那些我最想分享出來的東西 集結成 架構成一個作品 就變成最後的孫人之家 那其實我們也沒有想說 要去 比如說去影展參展什麼 因為我們從 我從一開始在剪片 我也沒有想說 觀眾會怎麼想 或是什麼 我真的其實 因為我是一個 就是很 就是很 就是我做的事情很 很 以自己的感覺為出發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設想別人會怎麼樣 但我必須先說服我自己 我過我這一關 然後把作品做好 把他交出去之後 那作品會有他自己的路 他會找到他自己的觀眾 對 對 那我就是把我的本分做好 跟我的團隊 把這個片子做好 那也是很幸運的 然後在台灣 在台北電影節發表之後 大家也蠻喜歡的這樣 對 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人 絕大多數的人 會有共感 這件事情 我非常肯定 因為如果假設是我一個人進去看 不是跟我團隊的人進去看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共鳴 可是因為我們三個 我跟我的兩位同事 我們都來自三個不一樣的家庭 可是我們三個人 都可以找到在這部片影片的共感 那就表示 這對於台灣人普遍的家庭來說 我覺得那是一件再真實不過事 只是 你把裡面你媽媽的角色 換成是我媽媽 因為我跟我的家的長輩 或是阿姨 或是嬸嬸 他們可能也會這樣講話 或是誰誰誰 叔叔阿伯 老男人可能也都會是像 你爸爸這樣子講話 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 會有共感這件事情 我覺得無庸置疑 但你說外國的 譬如說 國外的一些朋友 會有共感這件事 我覺得很酷耶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家庭組合 跟文化的傳承 跟整個感覺 跟外國人對於親情之間 有這麼多的連結這件事情 我可能無法想像 所以我就覺得 那就是一部很棒很棒的作品啊 我自己不敢這麼說 但很多 因為像我們的片子 現在其實也一直還在歐洲 有一些影展的一些放映 對那我們的法國的監製 他們也都會傳一些消息回來 對 就是大家其實看完的 就是看完的那個感動 其實都蠻真實的 也是都蠻強烈的 那很多人會跟我們的法國製片 去分享說 他們覺得因為 以大致上一個整體上的一個概念來講 就是其實家家有本來念的 沒錯 我們都不習慣 而且不善於去 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跟家人 或是把這些東西跟別人講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一直放在心裡 那他們覺得 可能可以從我的片子裡面 會有一種自我去 去看見 反照到自己身上的那一種方式吧 透過它比較像成一個媒介這樣子 但我可以理解就是說 雖然我沒有預期這樣做 但我可以理解的是 其實過往我在看很多其他的電影的故事 其實它也常常會觸動到我 嗯 我想那個東西其實是一樣的 沒錯 對 其實我覺得會觸動到人的都是真實的故事 真誠的情感 那你要說真誠的情感流露 紀錄片是最能夠紀錄 因為那是完全你絲毫不作假的 媽媽就是會這樣 你媽就是會這樣跟你講話 你爸爸就是會有這樣的反應 或是你哥哥跟你講話的方式 就是會這樣 可是你知道我在看這個片子的前面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 因為絕大多數的台灣 大部分的家庭可能都是 也許有信仰的 然後神道教嗎 就是綜合的嘛 對 然後可能家裡有拜拜的可能也蠻多的 我就一直在想 你問了一句話 也是我很想要問身邊周遭的朋友說 我們這是怎麼開始的 就你問了哥哥吧 還是問了爸爸 我哥 對你問了你哥說 我們這是怎麼開始的 你哥哥有通靈的體質 然後很多事情 你就連什麼時候要種小番茄 你都要問神明 那你問了之後 事情就會順了嗎 然後我們的人生就 從此過著一帆豐盛的生活了嗎 我在你的整個紀錄片的前半段 我也一直在問 對啊 那如果不會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相信 人定勝天這件事情 來 導演我想聽你分享這個部分 因為前面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感受度好深喔 因為很多家庭其實 其實是對應著台灣很多家庭都是這樣 有拜拜的這個文化嗎 其實我覺得 我 我後來發現 其實我 對信仰的叩問 其實 某一方面是在問我自己 嗯 對 因為我中一個很 很信仰濃厚的一個家庭出身 但其實 在我身上 我其實是不相信的 對 那其實當我在問 問我哥說 你覺得神明有幫過我們這個家 嗯 對 那其實這句話 其實 我某方面也是在問我自己說 那我 自己 對這個家 又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 因為 這樣的問號其實我是在 其實在片子完成之後 才重新回到我自己的身上 嗯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不在乎這個家的話 我其實不 不太會 去想要理解這麼多事情 嗯 我可能也就是回去 然後 可能就帶我媽去 去拍照 然後拍一些家庭紀錄 我可能就真的會停下來 嗯 那其實我有一些不想放的原因 其實我發現其實 就是 在我心目中有一塊空的東西 空太久 嗯 對 我好像把一個18歲的我就留在那裡 嗯 對 所以 那個18歲的我是 是對信仰是徬徨的 對未來是無助的 然後 對家人是不知道怎麼面對 嗯 對 所以我 可能也是因為我大概也有點年紀了 我想要去處理這一塊 嗯 那很剛好很恰巧的就是 我從 最讓我 最直接感受的那個提問 其實就是跟神明有關 嗯 嗯 所以當我發出 其實當我在心裡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 我比較像是代替18歲的我說出了這句話 那透過這部片子 我也 有機會去跟那個18歲的我好好告別 然後也好好的送我父親最後一程 嗯 懂 我自己在看這個紀錄片的時候 我覺得 有一方面 我覺得我看到中後段的時候 我發現 你跟家人的互動變好了 然後我一直以為你們每個人都很生疏 可是我看到後半段的時候 我好喜歡你跟哥哥 你哥的互動 然後當然是你子子很好笑 然後呢 再來就是看到 你媽媽是一個很純樸跟很直的人 很直觀的人 她的這種很直的可愛 我好喜歡你媽媽的眼神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再來跟盧音良的導演好好聊聊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氣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11月26號禮拜六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POP有夠勁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是神人之家 這部紀錄片的導演 盧銀良導演 好導演我想要問一下 為什麼這一部片 它的片名要取教神人之家 是不是跟你當初在拍這個片子 其實也是你剛剛上一個階段講的 你好像代替18歲的你問出了 哥哥這個問題 然後跟神明跟信仰有關 但是這部片最後為什麼取名定調 叫神人之家 我其實回顧自己這40幾歲的人生 我覺得就是在我哥開始通靈之後 然後家裡都有這些神明之後 我們家的很多事情就開始變 開始改變 它其實沒有變得更好 它變得更複雜更難解 對我不知道怎麼去 我也不能講它變得更不好 但它更讓我無法去去理解 或是去 因為那時候我 我那時候真的太小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對那 我覺得那時候會決定片名叫做神人之家 這一個原因是 因為很主要的是 信仰在我們家的根植其實很深 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在我哥 因為我哥本身是一個 就是可以幫人家問神辦事的人 但他自己 別人都可以 來問神之後都可以變得很好 但他就是做什麼都做不好 他不是沒在做喔 他做咖啡戲喔 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他就是怎麼樣都做不好 對 那我以前都覺得 他一定是自己什麼問題 所以我有一陣子 其實我蠻討厭他的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loser 對你為什麼不是生產 他每天這樣子 就是自願自哀這樣子 可是當我這次回去 我覺得他真的有在 他真的是做得很拼命 但他真的沒有辦法 對 所以 有時候我在看他這樣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應該也要幫幫他 對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有一些 想要幫他的想法 那在我媽身上就是 我媽腳都不好 身體也不好 每天還要爬到樓上去拜拜 對 而且還要一大早耶 她都每天跟我說她睡不夠 腳痛手痛 我想說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拜了 對你拜到底有什麼意義 嗯 對啊 但是我後來才理解說 其實原來神明其實 因為我們 我很早就離家 那家裡常常也是沒人在 嗯 那我們家等 講 要不不講話 講話就開始吵架 吵架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神明不會跟他還嘴的 他講什麼 神明都笑笑的聽 對啊 所以他很多話很多事 他都跟神明講 我一直理解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才放下那個說 哦 好吧 神明某方面也是代替我在家裡陪他 嗯 對 然後我直指 我直指雖然有時候嘴巴說 哎 問神明不准啊 沒用啊 但是我跟你講 他碰到什麼事 只要公公說什麼 就說我 我哥只要轉達說 那個神明講什麼 他都 Yes 都馬上 都照辦 公公講的 比爸爸跟媽媽講的還要 真的 還要甚至 真的 真的 那個 對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影響我們家太深了 嗯 那 其實後來 也是因為這樣 我去理解這個問題之後 我才慢慢的又重新走回自己的家庭 對 對 所以才會 才會從一個信 我記得有一個 有一篇 有一篇評論他寫得很好 我覺得 我課問的是信仰 但幫我解答的是家人 嗯 對就是這樣 嗯 而且 為什麼我看了又笑又哭 是你的侄子超可愛的 就是 他讓我笑到哭耶 就是他在那邊哭 哭什麼 他哭了點是什麼 他哭的點就是因為 我哥 種的那個 種小番茄 因為他種之前 我哥種之前就問了神明什麼時候種 對 結果種了以後又被洪水淹了 對 然後淹了之後 因為我哥其實也 他把所有的心力什麼都投在這邊了 對 他也無能為力 他也走投無路了 然後我自己就一直鬧他說 那你就問一下神明 我該怎麼辦啊 你問一下嘛 拜託你問一下好不好 我這段我笑到哭耶 對啊 但是 我哥真的有問嗎 其實我很懷疑 我也覺得他沒有問喔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 我很懷疑 他有沒有問 我覺得他可能只是為了想打發他而已 因為他知道問了沒有用啊 所以不是 所以就是因為這一段 我就一直在想說 當然 你人生在你有時候要做很重大的決定的時候 我們也許 因為我們看不到未來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如果有一個什麼信仰寄託可以告訴你說 喔 你什麼時候可以去做事 你可以跟這個人合夥 或是你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這條路會順 好像就是給我們打一技強心針 可是如果我 即使是問了之後 最後才發現 嗯 好像最後 呃 人家說人定勝天這四個字 其實假不來 就是 無論上天要怎麼幫你 但是我覺得 好像很多事情 我們還是必須要靠自己去解決 遇到了困難 誰也幫不了我們 是這種感覺 沒錯 嗯 所以我就會覺得會有一種很深很深的 對啊 我就算知道了誰誰誰哪個 算命師跟我說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最後遇到了 就算沒實現了 遇到問題了 我還是必須要靠自己來解答 誰也幫不了我 誰也幫不了你的家庭 誰也幫不了我們的家庭 是這個意思 嗯 然後一直到 這個紀錄片的中後半段的時候 你有發現你在拍的這四年當中 你跟家人的感情變好了嗎 我覺得有一些微妙的變化欸 有啦有啦 就我們以前可能我四五年可能回去一次 那有可能 也常常就年夜飯吃一半吵架 然後我就自己坐車回台北了 蛤 對因為就是為了我爸的賭債 或是又是什麼事情 那年夜飯都吃不完 我是說真的 嗯 所以我很長一點時間沒有回家 然後我不太接家裡電話 因為我媽打電話給我 不會有好事 一定是出什麼事啊 就她才會打給我 所以 唉 我就能接就盡量不要接 因為說實話我也過 我也沒有過得很好 嗯 對 那其實一方面我媽很辛苦養我們大 我很希望我可以解決她所有的問題 問題是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那個才能 我沒有那個材料你知道嗎 那我有時候 我真的把自己逼得也很緊 嗯 對 所以那個排斥的心態喔 一直一直到 回去之後 好像慢慢的大家 可以 因為 好像因為 也因為拍片這件事情 你知道 有時候在過程裡面 有時候我媽啊 其實她們是想叫我回去 你知道嗎 比如說家裡 村裡面拜拜啊 什麼的啊 她就會問我說 欸啊你要不要回來拍 她會想拍 我心裡 蛤這要拍什麼 好可愛喔 她意思其實只是要你回去 你要不要回來 妳要不要回來 她講不出什麼 她順著 欸這個好像拍也OK喔 我心裡想說是我在拍還是妳在拍 對 對 我心裡想說是我在拍還是妳在拍 或者說欸妳要不要回來 回來跟我們 等一下開槓這件事情 對 我不知道我就覺得 從媽媽的口中說出來 就是感覺好像很懶憂 對 啊就是這樣的互動 其實 攝影機也變成我們 本來是 其實本來是隔在我跟家人之間的一個 安全的一個保障 沒錯沒錯 但後來它變成連結我們的一種 一種可以比較有好一點互動的橋樑 嗯 那隨著片子開始有一點成績 好像家裡也難得迎來有一些好的事情 可以去跟大家分享 然後可以去討論 嗯 所以就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現在我媽每天都會打給我 每天喔 每天 每天尤其 對 像現在每天都會打給我 那妳現在還有 妳應該都會接了吧 現在 會啦會接啦 現在都會接 都會接 這變化很大嗎 對啊 就是很大 因為我其實很希望就是 在她有生之年 我可以好好彌補她 嗯 對 嗯 你媽其實很 愛你們 非常 但是她就是會有那種 台灣傳統婦女那種 對啦 很喜歡 很多傳統媽媽都 很喜歡碎念 很多傳統媽媽都這樣 對喜歡碎念 然後又知道說其實碎念了 然後兒子就不想接我電話 然後女兒又不想理我之類 我也常常被我媽碎念 就想說 不要再念了 我要趕快 我要趕快回台北之類的 但是那就是一種 家人之間的一種很微妙的 關係跟變化 嗯 有時候是真的很難用 三言兩語就可以講得完 或者是說 有時候她講A 其實她想要做的是B 超級多的 就是在這個片子裡面 就在這個片子裡面 你媽在跟你講A 其實她的心裡想的是 我要跟你講B 那種感覺 你讀懂媽媽了嗎 呃 現在應該比較懂 對啊 不過因為 我覺得很多媽媽都很辛苦 然後因為 其實很多 因為前陣子也有一些放映嘛 有一些觀眾也有跟我分享 其實我發現很多傳統 尤其是南部的媽媽 他們一輩子就被綁在 就被困在那個家庭裡面 嗯 他們只有小孩跟家庭 或是先生 他們根本沒有自己的人生 對啊 所以說實話 這幾年我可以幫她做一些事 我心裡是開心 嗯 就這樣 而且看這個片 我一直在想說 嘉義民雄是真的看不到海嗎 可能最近的就要去布袋吧 或是東石 但你媽媽連海 你那個那個 那個地方的海都沒看過耶 沒看過啊 你看她的反應就是要她沒有看過 對啊 我明明帶她到海邊 她還跟我 這會要劇透嗎 嗯 好 最後不要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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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就一直很好奇想說 蛤 台灣不是只有南投看不到海嗎 嘉義明明就可以看到海 就趕快騙笑耶 但是你媽媽卻是 所以我才覺得 也許真的有很多 真的南部的媽媽 傳統媽媽 她就是一直守在那個家 她沒有離開過那個鄰里 她一輩子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我很shock的一件事情耶 媽媽都很偉大 媽媽是真的都很偉大 而且你媽媽在講說 喔 你媽在講那段說 她 醫生 醫生不是就把我放肩子 她一直說我會切回去 的那段我心想說 好像我媽 我媽每周都一直在跟我講說 我胃就很痛啊 我就是很痛啊 我一定有什麼什麼病 我心想說 喔 你已經帶你去檢查 就是沒有事啊 你就一直跟我講說你有事 她說我沒有跟你放肩子 我就是很痛 我就是沒辦法吃東西 我就是真的覺得我有病 我說 沒有 我就是那是你的心病 就是媽媽就是會一直 他們也想要人家關心她 對 對 其實說出來只是想要人家關心她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要跟導演分享的是 我也要跟聽眾說 你們為什麼一定要去看這個片 有時候常常啊 我們 尤其是南部北漂上來打拚的孩子 你常常會覺得 也許過年就是只是回家吃個年夜飯 或是年夜飯也吃得沒那麼愉快 或是親戚朋友一直問你說 你在台北市賺多少錢 什麼之類的 其實壓力很大 但是有時候自己一個人在外地生活 就會常常覺得很孤單 或覺得其實自己是一個人 我好像沒有這個家一樣 或是這個家是真的可以給我依靠的嗎 沒有給我依靠啊 有些人會跟我要錢 或是有些人會怎麼樣 跟我討一些什麼什麼什麼 我有其實很多被情緒勒索的感覺 可是你問了你哥哥一句話 是我整個片子裡面最喜歡 你跟你哥說 我總覺得我是一個人 然後你哥哥回了你那個話 我不能劇透 請大家進電影院看 那一個場景 那一個畫面 然後還有你停留在那個畫面上的時間 還有你哥哥的表情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第一段廣告 各位聽眾朋友 請你們去看神人之家 太感人了好不好 第一段廣告再來請導演 跟我們分享要補充的事情 好 回到節目的最後一個階段 神人之家 各位今天你們都投票完了啦 趕快去看一下好不好 各大電影院都有放映 我認真覺得 你看連外國人喔 來看這個片都感動 現在這個片子還在國外 歐洲到處在影展當中 然後大家都那麼欣賞 你們身為台灣人 這麼了解台灣這塊土地 而且你爸媽講話 也都會是那個樣子 你怎麼可以不去看一下呢 我覺得你搞不好可以看 盧茵陽導演他們家的故事 從盧家人的故事 找到你家的影子好嗎 好 最後來請導演 來分享一下 聽說在這個首映會的時候 有觀眾提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蠻棒 就是你在這個神人之家的 這一個紀錄片 你其實是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你就已經架構好 故事要怎麼樣去剪輯跟發展 還是你在剪的過程當中 你才去找到這個故事的脈絡跟結構 我覺得從我自己的角色出發的話 其實因為一開始其實並沒有想要 把他最後當成一個作品發表 所以在拍的時候其實就是 我就是以一個 以一個遊子的回家的兒子的身份去拍 去拍一些我想拍的東西 然後去跟我的家人怎麼樣的互動這樣子 那但到了後來開始有作者意識出現的時候 我的身上又多了一個另外一個角色 嗯 就是拍片的人 然後同時也是兒子也是弟弟 嗯 對 那常常其實在 在這個拍攝的過程之中 有時候其實會蠻拉扯的 到底什麼要拍 什麼不要拍 當然這個是比較中後期的時候 嗯 那我覺得 我很幸運的 我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然後大家 那時候 就因為我也蠻煩人的 我只要有問題 我就會一直煩我的製片跟監製 嗯 欸這個怎麼辦 這個 我有些觀念齁 有些時候轉不過來 嗯 然後他們都會跟我說 你就放心去拍 什麼想拍什麼 你就好好拍 不要想 不要想說什麼東西要不要拍 嗯 對 那我後來就順著自己的感覺 我就覺得我在 緣分 就是在我拍攝的過程 回家旅程中 在我的緣分裡面 我拍到的東西 那就是註定 它要被我當成這個作品的素材 嗯 那說實話其實我沒有在拍攝的時候去預設這個故事的走向 嗯 其實大部分的結構跟故事的走向 都是在剪接台上去整理跟呈現出來的 對 那我們的剪接師也很辛苦 他就是我們一直在彼此的互相說服 然後怎麼樣去從我的感受 然後把我最想分享的東西呈現給觀眾這樣子 嗯 對大概 所以其實其實是後來在剪接上面 這個這件事整個架構跟故事才確定的 所以我覺得對各位影像工作者要對你的剪接師好一點 因為他們他們很辛苦 可是我跟我的團隊的公司同事一起去看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裡面討論了一件事情 也是我們的觀後感 我說我覺得這一部片 我們都覺得剪接比很多商業電影都還要厲害 我是說真的 嗯 還有你在處理鏡頭 你要怎麼 導演要怎麼樣用鏡頭去把人逼哭 然後剪接師要怎麼樣去處理那個畫面要停留多久 然後要怎麼去架構 其實那是一個說故事 我昨天還在跟我團隊的人在討論說 我覺得其實影像工作沒有辦法靠一個好的演員 或是誰誰誰就可以完成 你燈光打得不好 剪接剪得不好 然後東西那個什麼 什麼導演的鏡頭沒有處理好 或什麼 那是真的是缺一不可 你要完成一部好的作品 會讓人感動落淚 會讓人心有起起焉 會好像關照到自己的狀態 那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不管是要對剪接師好一點 對其他人也都要很好 重點是喔 今天訪問到盧音良的導演 我覺得很開心 當然裡面有很多雷 我們不能說 請大家進戲院去看 但我相信這部作品 大家都可以從裡面帶走一些什麼 在今天的午後 去欣賞一部很棒的作品 也許你可以為你的 你跟家人之間 找到一個溝通的橋樑 透過導演的故事 找到一個橋樑 我覺得也說不定 今天非常謝謝 神人之家的導演 盧音良導演 謝謝